传统武士活动炒热落成启用的气氛 园林镇中东理活动中心在11日完工启用 包括彰化县副县长张瑞斌 袁林镇长吴中宪 代表会主席林景全 议员曹明镇江瑞衍 与多位正名代表街道场管理共同见证 我记得过去年 我们的开港电力船 我就曾经来过了 那么我非常觉得非常欢迎 开港参加六星 我都认过共同来见证来参与了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首先我在这里要来专达我们的土管理务 对我们东东里社区活动中心的路程启用的 来我们左县长要赐上中心的一个大赫 当然对我们所有参与来提供很多集团 这个工作还有很多的这些乡亲 赐上诚挚的一个感谢的意思 活动中心占地400多坪 从95年11月举办新建社区活动说明会 到去年10月3日开始施工后 总共花费1200多万元 目前硬体建设完成 镇长也期望县府可以补助软体相关设施 总共产生基本选中间 也有提到说一定如果能够动产丁丁 一定会跟我们中间社区活动中心 来建立起来 动产以后就马上 有跟我们这次民理事长 也来组织我们社区发展协会 有在投影前这一里面 你里面有哪里面 生理生存工具 有主要的人 代表讲一下 另外有一次就有一个堂 开这个会 所有的乡亲中会 都共同来支持 未来活动中心内部将增设多样设施 作为礼办公室及社区内聚集的场所 相信会成为民众休闲聚会的好去处 集中会计算机说的 并且正零聚会吗 解决 城会议 解决